尤 soft 사람들給王毓 今天非常感謝 mound斯基零 還有社會各界有關 環保的物體 外新的新生鏡 還有好幾位從福利來了 跟我們看不出福利的影片 以來也看得出來 今天這個經濟規則晚上 非常高興各位有沒有來參與 我們這次沙龍的對話 那我們今天 世上車沙龍主要也是 我們周獨立的沙龍的三年 今年已經第三場 我們今天是第三場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台大的 工程設備和政策中心 非常堅持來辦 這是議題的走談跟對話 這一次跟台大公務自得等 法力有一點其他辦公 就像我們這個主題 世上一三年聯盟廣結 這個教科文主席 非常強調這個典範的轉移 這典範的轉移是 怎麼面對這些空氣汙染 跟整個在這個環境的變化之下 大家在追求經濟 但是怎麼樣也能夠追求環境永續跟健康 那麼這個部分變成全世界的議題 而這個議題呢 尤其民後國發展的一個觀點是大家在走的 就是怎麼樣引起一些典範的轉移 這個典範的轉移呢 主要是怎麼結合這一些科技 然後企業 政府跟社會之間更好的 一些突發領域的合作關係 一起推動 那今天我們非常高興的 請到我們環保署的原來 也當過我們環保署的處長 環保署的處長 現在是當主任 另外我們張環保署也是多人來推動這個方面 那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更是環保署的大將 袁帥級 我們張環保署 我們張環保署 有等一下有張環保署來做一個主持 我們相信今天進行對話 甚至經過大家的討論 我想位於未來台灣 特別是PM2.0 這些烏染物的重量管制 在整個全球重視這個 台灣怎麼樣呢 也有所貢獻 同時也去掉一些污民 當然 我跟我們副理來的幾個同學 在15年前我當副理 既然當年總部長的時候 我聽到好上好水 現在不是 我嚇一跳 因為我們六星人很多 包括剛剛讀到這個台話 整個都堵到這個盆地來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是很糟糕 但是大家怎麼樣來合作 來面對 同時大家一起來做一些貢獻 那我想透過今天的這個 眾談的對話 我相信我也希望能夠 對大家能夠在 觀念的理性知識的了解以外 在政策跟社會推動上 大家一起來貢獻 非常的感謝各位 我 我的公司把這個都交給我們 張副院長來主持 好不好 感謝各位